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交流 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情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 国际优质开始回落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经验 在东方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GP0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抗号仍然是最重要的 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办小时 不起眼的大白菜 因为韩国最近发生泡菜危机成了香波波 受气候灾害影响 韩国大白菜大幅减产 市场价格一度创下每颗81元人民币的天价 韩国政府不得不宣布 从10月14号起到今年年底 临时取消白菜和萝卜27%和30%的关税 紧急从中国进口大白菜 有了这个利好消息 国内的种植农户们是不是今年能够多赚点呢 一起来看看记者在辽宁山东的调查 在沈阳新民地区大明屯镇的一片菜地里 我们见到了正在菜地里转悠的农民耿宏利 这两天天气预报说会有寒流要来 可此时的耿宏利却没有心思抢收白菜 人家都收菜了你怎么不收啊 我这现在心没上来呀 卖不了饭也不要 今年的白菜价格翻了三番 涨到了三毛多钱 遇上这样的好行情 菜农们应该是高兴才对 不过采访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很多菜农却是愁眉苦脸 菜农告诉我们 今年7月份连下了几天暴雨 地里发生了内涝 不仅第一茶马上就要收获的土豆 全都泡烂在地里 连第二茶白菜的播种期也延误了半个月 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 许多白菜都没有报心成形 收菜的人根本不要 像这菜的话 今年就几乎就是白冷了 这都是心没有心 这种菜地里有多少 地里到现在能占 我这片地里来说的话 也得占一半一半吧 什么地里能三个 那五万斤白这都不错了 平常能出多少斤啊 平常能出二十斤的 出二十八斤的 去年价钱没 今年价钱高 今年价钱高 没那些产量 这菜吧 盼啊盼啊 长啊 这药啊 盯了哪 打点营养药了 啥的 挂着叫它爱长一点 那也不行 就这么 也不行 这几天 耿弘历每天都要来地里看一看 挨个的把地里的白菜捏一捏 看看白菜仙是不是长满了 在地里看完 他就跑到村头的十字路口 叫上收白菜的商贩 可是几天下来 来看白菜的商贩不少 却没有一个相中他家的白菜 两三个商贩跟着耿弘历来到他家地里 挨个的看看白菜长的情况 在菜地里转了两圈 商贩还是没有要耿弘历的白菜 临居家的菜地地水较高 白菜长得好 这天上午有商贩来收走了一些 耿弘历也找到商贩 希望能够便宜点把自己的白菜也收了 害怕害得买菜了 白忙活了一个上午 耿弘历愁眉不眨 他告诉我们 银行的人昨天打电话来了 今年年初中菜 他借了三万块钱的贷款 这几天已经到期了 白菜长得没连一成 菜单卖不出去过两盘沙拉雪了 菜单卖不出去咱哪人 借点贷款 你这贷款的房子上谁还能借你 这俩孩子一年里花多少钱呢 咱们怎么能啊 耿弘历和妻子商量 想问我们还贷款的事能不能还一还 我那贷款现在给不上真正 之前的款是从农村信用社借贷的 耿弘历决定去农业银行实施运气 看看能不能再贷些钱 把信用社的贷款先还上 老百姓今年收成也不好 他就不敢给贷了 这笔贷款应该怎么还 耿弘历犯了愁 这三万块钱你怎么还 三万块钱 现在我就得跟人家说 就是说先把利息给了 还是这个贷款 这三万过年再给 明年中菜的钱从哪来啊 明年再跟青年啥子 穿哪 要不然现在也不出钱 为大白菜范畴的 还远远不止耿弘历一家 当我们第二天来到大明屯镇时 各家都匆忙的 挑剪着地里稍微好一些的 大白菜收割 这天气是不是已经收不了两天了 再收了两三天 这家都零下九度了 零下九度都移动了完了 这小事都没有 我这家爬了 你别要我 你也不要我 今年上这样的菜地里有多少 你别要我 你不知道 这几乎是全是几乎 你看看那买头 立着的白菜 都挺好吃的 都这样 村民罗东伟告诉我们 往年家里种的白菜 能出三十万斤 卖个三四万块钱 不成问题 今年白菜的收购价格 虽然很高 但是品项不好 商贩们都不收 他家这些白菜 挑点稍微好些的卖了 也就能卖不到一万块钱 今年你们家贷款中低了吗 贷款 贷多少钱啊 贷五万 那这贷款胆子怎么还啊 现在不是借吧 借 关谁借 这谁家有卖钱多少借呗 孙德昌一家三口 也在忙着收菜 他说 他家的白菜一颗 也没卖出去 现在只能先赶在寒潮前 把白菜砍倒 储存在棚子里 那家的隔棚里头 有买都卖 没买都有啊 贷款 今年贷多少 今年贷三万的 三万 这情况这能缓上吗 缓啥都现在一分钱 这三分钱全投资里了 投啥下啥 都现在一分钱没输呢 和辽宁隔着渤海湾的山东 既是优质大白菜主产区 也是白菜 以及泡菜制品出口韩国的基地 在国内最大的蔬菜 集散地山东受光 进入十月份之后 大白菜价格在短短十几天 就上涨了近百分之四十 可是我们在山东却发现 当地不少农户 与今年的好行情擦身而过 这是为什么呢 再来了解一下 10月25号 记者来到了大白菜产地之一的 山东省吉墨市临山镇 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 乡村公路两旁的地里 只是零星看到 有些种的是大白菜 大部分种的都是小麦和玉米 当地的这位司机告诉记者 要是去年这个时候来 这路两旁几乎都是绿油油的大白菜 在路旁 记者碰到了当地的一位村民 去年这都是白菜是吧 去年这一天大部分都是 大部分都是 那有的没有种的 他种啥了 种花生了 种花生了 种花生 你今年种了多少亩 我自己种花亩 八亩 对对对 去年我种四亩 十四亩 临山镇孙家旺村村民 于发城告诉记者 他们这里家家户户都种大白菜 但是今年不仅是他们家 村民们几乎都减少了大白菜种植面积 不光是我们产生 别的产生就这样 大概会少到多少 大概 现在说就是得是五分之一吧 五分之一 于发城带记者来到他们家的地头 差多了 去年从这边上一天一看吧 全是悲惩 没小麦也没有那个玉米啊 对啊 今天你看 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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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都种了小麦 没了 所以说监测免疫 零三镇中江里庄村村民 孙中兴告诉记者 他去年种大白菜的地 今年都改种了小麦 去年都是比特 去年都是白菜 去年全是比特 去年大家种了多少亩白菜 去年我种了这块地 能有三不多吧 三不半 今天这不就是 没种 村民孙中兴说 他们村像他这样 今年完全弃种大白菜的村民 并不在少数 孙中兴是林山镇中江里庄村的党支部书记 也是这家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 孙中兴告诉记者 林山镇有八个村 165户村民加入了他们的合作社 前两年 每年都有3000多亩的大白菜种植面积 但是今年 种植大白菜的农户减少了至少三分之一 孙中兴告诉记者 根据他的了解 吉墨市的其他种植大白菜的乡镇 情况都差不多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使得吉墨市当地的村民比往年少众 甚至是弃种大白菜呢 就是因为价格是价 没不了就是几番菜不复杂 有些人能夹种 种了能逃回草败的 好的有没地能送个一杯那杯的 因为种云民什么有没地能送个千把杯 说爱他们就不看了 村民孙中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种植一亩大白菜需要投入近2000元 一般情况下 一亩地的平均亩产在15000斤左右 也就是说大白菜的收购价要在两毛钱一斤 才能保证不亏本 比如说前几年的话 种一亩白菜的话 这个毛收入 白菜的毛收入大概 莫属于去年能厚的是 10月26号记者来到了焦州市焦来镇 这里是焦州市大白菜最大的主场区 焦来镇小高村村民 七宝九是当地的白菜种植大户 七宝九告诉记者 他今年种了60亩大白菜 和往年相比减少了一大半 七宝九告诉记者 他们村里也是家家都种大白菜 但是今年也是几乎家家都减少了种植面积 少了大概多少估计的话 你说这个差不多百分之五十手的加倍 目前焦州这边的大白菜下地价格大概在四毛五左右 如果按照这么一个价格 他还真有些后悔种了那么多的包裹 今天肯定赚钱了 肯定赚钱 今天我得赚不住 我种这三年白菜 我前年赚十八万 初年不出本的 我今天也赚不住 我这三年干毛鸡了 老公是爹 据当地村民介绍 现在地里的大白菜还没有完全成熟 大规模下地 大概还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 但是一些品种枣的大白菜 已经开始逐渐上市 村民于发臣除了自己种大白菜 平时还帮助合作社做一些收购和销售工作 这个比特是八鬼黑的 发到外海的 对对对 哦 现在这个价格怎么样了 这个并往里喝 并往里喝 对 多少钱 现在是三毛六 三毛六 对 一时间 去年呢 去年八几份事 一波做事 哈哈 于发臣告诉记者 去年一亩地的毛收入是1400块钱 他们家十四亩大白菜 毛收入总共两万来块钱 而按照今年目前的价格 一亩地收入能有五到六千块钱 尽管少种的六亩地 但总的毛收入也将近五万块钱 尽管今年大白菜种植面积减少 但是目前的价格 对于一些种了大白菜的村民来说 还是很有赚的 这个菜都是你们家的是吧 哦 卖到多少钱一斤 三毛五 三毛五 那你今年的收入跟去年相比呢 那你估计今年的话 这个一亩半的话能挣多少钱 那那一千块钱 六千块钱 你相当不错了 哎呀 很好了 很好了 今天价格好 和东北相比 山东这边今年倒是风调雨顺 而且多年不见的好行情终于来了 本该洗上加洗 但面对比去年身价 涨了不少的大白菜 山东这些农户们 却是后悔多过了喜悦 转行种植小麦玉米 让他们踏空了大白菜的牛市 而对众多蔬菜经销商 和加工出口企业来说 白菜减产又意味着什么呢 一分钟广告之后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前面我们看到 尽管韩国泡菜危机 带动了国内大白菜价格走高 但无论辽宁还是山东的菜农 都没有赚到多少 他们要么因为品质差卖不动 要么因为转种小麦玉米 错过了行情 火热的行情遭遇减产的年景 又会给市场带来怎样的结果呢 一起来看看 这是大明屯镇上的农产品贸易市场 在这里成交的 都是没有经过加工的毛菜 采访这一天 我们看到许多经销商 农产品经纪人 商贩 食品加工企业 穿梭在市场里 挑选大白菜 但是一个上午 也没见到有几家成交 等这个多少钱 什么卖 多少钱 现在 多少钱 都是小事 在门买 这菜吧 就是 基本都是大半仙菜 这往年 它就擦天地上就得 估计是能卖出去吗 今年 费心 从一找到现在 没卖出去 田帅是大明屯镇的一名农产品经纪人 他告诉我们 今年虽然很多菜农家的白菜等着卖 但是质量能够达到收购标准的并不多 往年一天收五十万斤白菜都不成问题 今年一天收三十万斤都很困难 田帅说 前一阵子 韩国泡菜危机的时候 听说在韩国一颗白菜能够卖几十元人民币 菜农们都很高兴 后来也有很多客商来买白菜 但是因为品种不好 最终也没有谁家把白菜卖到韩国去 今年因为白菜减产 白菜收购价格涨了起来 他和经销商们的生意很不好做 收购价格高 但是卖菜价格不高 对吧 今天说南方走的话 南方价格不好 人家卖外边质量太差 质量差的话你就卖不上价 去年扔的菜都比这质量好 去年吃不好的菜 这时候的话 到今年的话 这就算最好的菜 这个行专 他的菜可能就不成了 大一点了 你看到没有 范光岩是田帅的客户之一 每年这个时候 范光岩都从湖南赶到沈阳的大名屯 采购大白菜 在本地加工包装 然后运到湖南和广东地区销售 而今年大名屯白菜的质量 数量和价格 都让许多经销商很发愁 今年的价格挺高 像去年的白菜 当时我们过来的时候 收一毛 大概一毛三吧 后来调得到 最后调得到四分 今年的白菜 老不像普遍的 这个借金还是挺可以的 还是上 它就是 那个产量是干少了一点 生意不好做 现在生意都不好做 今年做大白菜的 不管发的南方的 包括广州 玉林 湛江 一带 发的南方一带的都不好做 里面外面是不是演的 里面外面 里面一样吧 小片的肯定得有点多少 刚刚你能说一点没有不仰计 你上班二哥谁不能出声 待会儿你去看 等下再看好吧 你看看吧 田帅带着范光颜 在市场赚了整整一下午 才成交了两车大白菜 结果还有一车白菜 因为质量不行 他们最终还是退货给了农户 还卖吗 不卖了 这孩子好一点 这个是个叫了一个 爹爹跳着砍的 都烙没了 上菜都烙了 就这些白菜了 那可不 一车都没卖出去啊 之前 没卖出去 都烙了 在大名团农贸市场里 我们还见到了正在为大白菜而分盲的沈阳蔬菜流通协会会长何李星 他告诉我们 今年这里的大白菜产量只有往年的五分之一 远远满足不了各地经销商的需求 总产量上 每年我们都达到15亿斤 今年就是三亿斤产量 所以说 对 所以说上市量小 价格总是偏高 何李星告诉我们 今年大名团地区的农业生产受到天气影响 经济损失很大 他最担心的就是 今年的大面积减产影响菜農们的积极性 镇上五万亩的白菜种植面积 明年无法法证 整体咱们有大名团做个统计 全镇的达到一亿五千万的损失 我们又走访了当地一家酸菜加工企业 这家蔬菜加工合作社的经理马秀明正在发愁 这两天他们的酸菜已经断货了 现在就说 相对来说 就是说以前的十分之一 就是这阶段的空的 记者了解到 大名团镇上的酸菜加工企业 有二三十家 最初这些企业 都是把当地农民销售不出去的白菜 收购上来 加工成酸菜 而今年 这些企业不得不跑出大名团镇 跑到其他各省 抢着收购白菜 去了 哪都去了 就是说 咱们就是说 想找那个白菜要货源 就是说 东北三省 咱们都去 黑龙江也去了 吉利也去了 就是说咱们这个周边咱们也去了 哪都去了 哪都需要白菜 就是这样 抢购 属于现在就是抢购 大白菜产量少 质量低 经销商和加工企业 今年压力也很大 眼下 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下旬 正是北方地区 秋季菜集中上市 加紧储藏过冬蔬菜的时候 大白菜又是冬季菜的主要品种 怎么才能保证 今年这个冬天老百姓还能安安稳稳吃上菜呢 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近几年 白菜价格年份波动非常大 2005年11月 大白菜丰收 菜价降到了美金八分前 2006年 因种植面积减少 每公斤价格1.2元左右 2007年 菜价上升到每公斤4.7元 比2006年同期高了四倍 但是2008年大白菜再次迎来丰收年 白菜价格跌回到每公斤0.84元 去年全国大白菜丰收 让白菜价格坐上了滑梯 在田间地头 一分钱一斤的大白菜都寻不到买主 菜农只能任由白菜烂在地里 今年因为白菜种植面积减少和天气影响等原因 菜价一路回升到每公斤1.76元 在这样过山车的行情中 种植户难以捕捉到市场规律 一年卖不动 来年不敢种的现象频繁上演 那么有些地方不种白菜了 可是种的白菜少了 因为这主要是个市场价格的这种驱动 如果说白菜价格很便宜了以后 农民往往就不愿意种 大白菜是我国最主要的蔬菜作物之一 周边国家 想日本韩国需要的大白菜也基本是在中国采购 大白菜在国外也被叫做中国白菜 不过记者发现 近几年由于品种退化天气影响等原因 白菜品质难以提高 这两年出口也变得越来越难 今年韩国爆发的大白菜危机 在韩国市场上 大白菜价格创历史最高水平 每颗白菜售价高达一万多韩元 折合人民币仅一百元 但是中国的白菜种植户却没有多少人 从这样的行情中得到利润 这是因为韩国客商很难从中国市场上 买到符合质量要求的黄金白菜 跟韩国客商四处求购白菜形成对比的是 很多白菜种植户望着自己地里卖不出去的白菜 愁眉不展 如果说白菜危机所谓 也就是它的种植的面积和产量减少很多 一旦有个价格低了 或者出现什么情况 那么它的面积就会下降很多 产量也会下降 有研究者担心 照此下去 曾经是中国蔬菜当家品种的大白菜 将有可能会面临被更多人弃重的危机 对于可能会出现的白菜危机 孙博士认为并非没有办法 目前国内虽然有几个地区在种白菜 但是蔬菜种植还没有形成一体化机制 散户种植仍占主流 去年在大白菜几分钱卖不出去的时候 同样是大白菜 青岛市一个叫成阳青的白菜品种 在市场上一颗能卖十多元 从去年开始青岛市成阳区组织农民 成立白菜种植合作社 统一工种 统一培训 统一技术管理 统一包装 打造成阳青这个品牌的生产基地 也实实在在的增加了菜农的收入 我希望在全国范围内最好 能够建设大的这种生产基地 那么它的这种新的技术 新的品种等等的这种了解也会很多 所以呢这样它的产量等等也会有保障 那么价格呢也算得会平稳 当年鲁迅先生曾经在文章里头提到过 山东的大白菜运到浙江 因为路途遥远 物以稀为贵 被尊称为椒菜 系着红头绳挂在水果店里卖 如今的大白菜当然不再如此金贵 对老百姓来说呢 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基本的民生消费品 尤其不少普通的家庭 大白菜几乎就是整个冬季的主菜 正因为这样 在遭遇灾害天气出现大幅减产的年份 有关部门更应当积极发挥作用 协调供给保证市场稳定 今年大白菜市场的异常也给我们提了个想 农业生产不能再延续看天吃饭的老传统 各自为战的生产模式 碰运气式的市场预测 并不能带来增收的希望 确保农民的钱袋子和市民的菜篮子 都没有后顾之忧 还需要一个更完善的农业生产体系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另外您可以登录我们栏目的百度贴吧 进行互动讨论 或者您有什么好的线索和建议 可以发自我们栏目的QQ83083 稍后请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